麻袋里露出一双鹅蛋大的眼睛 只应看视频没点赞加关注 直接被村中的恶霸打成了活筛子 最后其中一名村霸 还将一把铁扒放在男孩的身上 伪装成一个真正的稻草人 尽管男孩的母亲将恶霸告上法庭 由于他没有直接证据 最后却因防卫治安被当场无罪释放 就在几人庆祝时 小镇上狂风大作 看来男孩这是来复仇了 另一边 其中一名小弟正在仓库值夜班 突然听到仓库内传来一响 他赶紧上前查看 就在这时 屋顶上突然掉下来几根稻草 可胆生毛的男人根本没意识到危险 果断爬上屋顶 只见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棺材 他刚走过来 一旁的绞肉机也开始正常运作起来 男人被惊了一大跳 直接掉了下去 当场被绞成了肉泥 等第二天几人赶到时 只剩下了现场残留下的衣物 他们以为是钢蛋的母亲在为儿子报仇 晚上恶霸偷偷潜入他的家中 刚准备逼迫他说出实情时 等警察赶到时 也直接判定为煤气泄露导致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兄弟惨死接头 恶霸为了证实 是不是钢蛋回来复仇了 结果发现 案发现场的稻草人凭空消失了